这幅作品是我比较典型的一幅莫果花卉的作品 这个花卉是在花店里买的几种花 把它组合起来 那么你要想把它表现得很自然 很丰富 很生动 我把它完全按照一个形式美的一个规律 把两种花卉组合在一起 前面有一些个浅颜色的花 它还没有开开 然后边它又有很重的花瓣 就是这一朵花里边 它的层次处理得非常丰富 这幅作品是我最大的一幅莫果花鸟花 大概两米宽 两米二高 它是运用一种水墨花创作的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说我想到哪儿 画到哪儿 这种灵感就是不期而遇 它不是理性的 它是完全是感性的 整幅的作品最难的就是说 这些荷叶和这些隔梗子线条的这种穿插 交织 那我想接下来还是想邀请您带着我们一块来看看另外的一些佳作 好不好 咱们边走边欣赏 我们看到又是您擅长的荷花作品 不过是别具一格的荷花 你看 这幅作品非常有特点 一式构图非常饱满 色彩非常的绚烂 表面上看是表现了自然的真实 实际上它是自然对荷塘荷花的一个很多主观的一些想象 所以这些荷花肯定传递了您自己特有的一些心声 对吧 对 因为古人讲 虎目横斜千万朵 赏心只有三两只 就说艺术创作要升华要取舍 那么在那么大一个荷塘里边有千万朵 我们要把赏心的三两朵提取出来 需要我们去发现 需要我们去取舍 那么更需要我们主观的去想象 大学期间我经常去写生 看到很多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些自然里边那些个画面 有些非常触动你 非常感动你 但是我拿传统的笔墨 老师的笔墨 前人的这些笔墨 我来表现我所思所感 这时候就发生一个问题 这些表达不出我的这种感觉 应该说这个阶段非常痛苦的 你每天甚至吃着饭走着路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我就把写生的东西用传统的笔墨去实验 不断尝试 最后我觉得我找到了一种新的绘画方式 那就是说工笔画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终于有一天 大家在这样的一幅画作当中 认识了一位年轻的画家 这就是我们大家刚才在短片当中看到的 邱赖无声 您是用了多长时间才画出了这样的一幅画 这幅作品实际上是我经过几年的积累之后 完成的这样一幅作品 画了大量的草图 我今天带来的几幅速写 这是创作邱赖无声写声的素材 这一幅画的和堂的一个意象 你看这幅作品的线条 整体的构成的感觉 和邱赖无声有那么一点点神似 包括这些点鸭子的造型 实际也都是那时候积累的一些个素材 应该说一年四季 我都在 都在观察 都在观察 四季的荷花它四季不同 秋天的荷花 在我眼里是非常绚烂的 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美 那么我就从《秋赖无声》开始 找到了一种表达我自己一种感受的 恰当的一种表现语言 那就是工笔画 因为工笔画的特点 它可以有细微的和细节的这种刻画 这就是工笔画的特点 就是工笔画的特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